广西五百年望洋行探 广西五百年望洋行探 把可以攻广西出海的地区划归广东,设和明太祖朱元璋有关系,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,明朝在此设置了连州府,只属广东,为什么不属广西? 因为当时广西几个族群反抗明朝非常厉害,朱元璋就把青年地区以及海南岛划归广东,在行政上压制广西的起义,还有就是地形,明清时广东与越南接壤的地区,有一座雄伟的十万大山,在古代交通不便利,天然屏障的原因,这里就成为广东与越南的天然风格险, 只是苦了广西,三是文化上的原因,明清两朝在广西现在的出海口地区,怕有一个连州府,下辖和谱,房城,林山,钦县,也成连钦四处,连州府距离广东省会广州较远,但他们的文化却是岭南广府文化,和广西的文化不是很一样,整个明朝,连州府都是广东的,到了清朝, 广东,依然涉连州府,隶属广东,民国没有变化,广东牢牢封住广西的出海口,即使是李德林,白剑生这样的江湖大哥,也没能改变行政划分, 从唐宋以后,广东就是发达地区,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广东拥有漫长的海岸线,可以和南洋,欧洲诸国做贸易,再看看广西,一寸出海口都没有,还怎么和洋人做生计? 广西经济发展不如广东,没有出海口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,广西被封住出海口的情况,一直延续到1951年,新时代的发展展观和旧社会是不一样的,广西是个民族大省, 为了让广西有更好的发展空间,没有出海口不行,还有,越南当时正在抵抗法国侵略,中国为了帮助越南,广西也需要出海口,在各方努力下, 这年二月,广东省把原来的连州府地区,化归广西省自治区还没有成立,设立了广西省青州专区, 一年后,青州专区正式成为广西省的辖区,为了给广东一定的补偿,原属广西吴州的淮吉县化归广东,隶属赵庆, 所以,因为两省的经济差距,县属广西的原连州地区的人们,就很怀念当初隶属广东的日子,而淮吉则是最高兴的,跟着广东当然开心, 虽然赵庆在广东也只是三县,2017年,赵庆祭地匹人1559亿元,广东省内第13名共21市, 可到了1955年,法国人被赶出越南,广西省内的剿匪也大获成功, 很多人就说,这么以来,年青地区留在广西的理由没有了吧,该回广东了,于是,1955年的7月,广东又把新州地区给收了回来,广东收回后,设置了河浦专区, 但谁也没想到,越南又出事了,美国又来捣乱,而广西在1958年成立自治区,经济发展和抗美圆圆,都要求广西必须有出海口,广东有些舍不得青年地区, 还打算让一半给广西,至少保住名成河浦,但美国逼人太甚,西南形势很严重, 1965年7月,包括河浦在内的青年地区,一并化入广西,从此,青年地区和广东同一家人变成了邻居,对于青年地区的归属,广东认为青年地区,在明清两朝都属于广东,广西会拿出宋朝地图,说北宋和南宋都设有广南东路,广东和广南西路广西, 而青年地区在宋朝一直就属于广西,事实上,原广东连州府地区划归广西后,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, 以2017年为例,北海市GDP是1229亿元,新州是1309亿,面积最小的房城港市,也有741亿元,看到原来的兄弟日子过得很不错,广东也应该很高兴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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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